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 House Tour 我在韩国的家还蛮特别的是 一个独栋的房子 然后有自己的院子 这栋房子是老的建筑物 它其实是违法建筑物 它就是很早以前盖的房子 这块地其实是韩国政府的地 以前你知道比较早期 还很乱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直接圈地盖房子 在这个房子住久了 其实它也是有它的那个居住权利 虽然它是违建 就是 但是我们是有居住权的 它怎么定义违建 然后怎么定义 有没有居住权这件事情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拍一个影片来跟它介绍 韩国违建这件事情好了 现在总之 因为我们这边要被堵割 所以我们必须要搬走 搬走之前 我想说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那我已经在这边住了 两三年左右吗 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龙哥也就是我老公在这边住了 十几二十年了吧 还是个老房子 但是还蛮舒服的 而且有自己的院子 是我觉得最棒的一点 带大家看一下 我在韩国住的地方长什么样子 我先出去 因为我刚刚在院子里面拍的 然后我们家是一道斜坡上来的 然后有阶梯 打开大门之后 进来就是我们家的院子 这边有一小块 有个树 算是杏树吧 它还蛮漂亮的 会结果 也会开花 那个果就可以拿来做果酱 龙哥之前做过一次 还蛮好吃的 然后有个小院子 有一个可以种东西 但我们就是不理它 我觉得景色还蛮好的 就是可以看到远山 一些其他的建筑物 我自己觉得这个院子最棒的就是晒衣服 晒衣服真的是超方便 然后还有整体资源回收啊 或者是放鞋子啊 就空间都很大 其实如果好好利用的话 是可以在这边种一些东西 但是我就 我觉得很懒 然后我们就进到房子里面来看吧 那我的房间的门 它这是一扇落地窗 也没有什么门锁之类的 就是落地窗的锁而已 门打开来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一进来的客厅 挂挂了沙发 电视 然后这是我们在打包的东西 还有我的书桌 我的书柜啊 我的化妆品柜啊 然后书柜有两个 然后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看卧室好了 从电视旁边进去就是我们的卧室 那一样是搬家的关系 所以很乱 虽然说本来也是很乱 这是我们的衣柜 床 床的尾巴是我的书架 因为我的书室太多了 趁这次搬家机会顺便丢掉一些书 这也就是我打算丢掉的书 这是我们的卧室 从客厅这边又有一道门 是连到厨房 连到厨房 就是旧室的 所以煮菜是OK 但是就不是很大 一些菜的空间就只有这边 对爱煮菜来说有点不方便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可以讲一下这个 这是瓦斯 它这样开的话就是瓦斯开的 然后你把它关起来瓦斯就会挡住 然后韩国的瓦斯公社吗 它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就会来扫一次这个条嘛 就是用仪器帮你检查 有没有漏气 我里面的东西超级多 就是我很爱买碗盘 所以碗盘好多哦 下面也有碗盘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买了 好那看完厨房 我们接着往下一个空间移动 以前因为龙哥跟他妹妹一起住 所以妹妹就睡我们的卧房 然后龙哥就会睡这间 后来龙哥自己一个人住之后 他就把那边当书房 然后我们现在两个人住嘛 我们就睡同一张床 不然呢 所以呢 它现在就变成了我们的 Walking Closet 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厉害 其实就是 早午讲嘛 咚咚 因为我们冰箱放不下 所以我们冰箱就放在这边 然后 这是因为我在整理 所以东西很多 我们的衣柜其实是开放式衣橱 就是是这样的一个Hanner 会有 帘子 这样把它关起来 但老实说 平常是不会关啦 因为觉得 太麻烦了 然后 Hanner下面有这种 就是前层架 然后下面有一些收纳的东西 然后它是镜子 哎呦 我今天为了拍摄 穿了上衣 但是 裤子就穿睡裤 哈哈哈哈 然后另外一边呢 这是龙哥的衣架子 是他专属的 然后有个小镜子 藏在这里 这是以前我还住考试院的时候买的镜子 龙哥舍不得丢 就把它放在这里 好 这是我们的更衣间 虽然很乱 但是 是因为搬家 嗯 然后 接下来就看这个 这是我们的浴室 你光从门看 你就会觉得它超级的 嗯 老旧 然后里面也的确是蛮老旧的 因为它就是在地暖的空间之外了 冬天洗澡的时候 其实超级冷的 给大家看 门打开来 是这样 会出现马桶 然后 浴缸 还有洗衣机 因为很冷 所以放了这个 电热暖灯嘛 开了之后它就会比较暖和 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奇妙一点 就是 它没有洗脸槽 这是我最讨厌的一点 内浴上啊 除了没有洗脸槽之外 还有就是它比较低 就是 我现在是站直的哦 然后你进去的话 你不能直接进去 你必须要 就是弯腰 进去 有时候 恍神的时候 忘记了 就 撞到头 我现在一年会撞个两次吗 这个房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门很多 因为它就是一个L型的老宅 它所有房间都连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家大门嘛 就是 出去院子的那个落地窗大门 进到客厅之后 客厅有三个门 第一个就是 往卧室的门 然后第二个是往后院的门 后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我等一下再带大家去 这是往厨房的门 厨房的门啊 进来之后 它又有一道往更衣室的门嘛 这边有一个往院子的门 然后 更衣室的门进来之后 就是往浴室的门 浴室的门旁边 又有一道落地玻璃窗 它也是可以打开来 然后直接到院子里的 然后你浴室开门 开门之后 码头旁边又有一道门 我们从外面看好了 外面看了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这房间 就是到底有多少道门 这是院子嘛 现在开一半的那个门 是我的客厅 然后旁边啊 旁边是卧室 卧室的落地窗 也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它也算是一道门 然后这是厨房的那道门 然后鞋柜后面是更衣室的那道门 然后鞋柜后面是更衣室的那道门 最后面那个旅门是浴室那道门 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是一共有十道门 以前这边是最早最早之前是龙哥一家人一起住的 就是四个人一起住 爸爸妈妈龙哥龙哥妹妹 后来这个半三要的房子呢 就是让龙哥跟龙哥妹妹住 就那间卧房给妹妹住 然后龙哥就睡了 刚刚的更衣室 但如果是更早期 更困难的时候的话 这一栋房子不止一家住 会是两家人一起住 所以就想那等于是 一家四口可能就集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另外一家可能三口四口就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 然后大家可能共用一些空间 所以他必须让所有的房间都有出入的通道 才不会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例如说 我住这边的人 我想去上厕所 可以直接从开门出去庭院 从庭院那边一路这样子 走走走 他就可以重来上厕所了 一边打开来 这是厕所嘛 他就不需要去穿越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一样 另外一个人要出来 他就可以直接从这边 开门 开门 我就觉得像我们的四合院嘛 就很多禁堂那样子 那个神秘的后院 要去看吗 我只有开过两三次看看而已 但是我偏倒不会使用那后面的空间 给大家描一眼好了 这个就是龙哥的小空间 然后这个门开了之后 后面就是墙壁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然后就可以看到隔壁 那个蓝色布的那个是隔壁的人 所以其实两家会隔得很近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的旧家tour 一般的room tour都是很fancy的房子 或是很漂亮很干净的 我家就是老房子 在搬家之中 所以也没有很漂亮的画面可以给大家看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明天就要搬家了 但是我的东西 都还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要来继续搬家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那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Bye